文化現象是我們節目的一個大主軸 大家好我是Paul 週二到週五因為一期讀 我們曾經介紹過 美國的年輕人開始捨棄掉AirPods 然後開始戴原本的有線的那種耳機 回歸這個傳統 回歸復古吧 大概是 現在又有一個蠻新的潮流 這幾天前的報導 他說的是Dumb phones are on the rise in the US 所以在美國智障型手機Dumb phones 因為Gen Z希望可以減少他們的使用螢幕的時間 所以所謂使用螢幕的時間 你大概懂就少用電腦少用手機少用平板 像很多國外的爸爸媽媽也會盡量減少 或者是限制小朋友可能一天可能只能用一小時之類的這樣 我姐姐妹妹應該都有這樣處理 有這樣家裡的一個policy 所以這個就叫Screen Time 就這麼簡單 螢幕時間 那Dumb phones 智障型手機 這個字的發音就小心了 它的B是不發音的 就像攀爬我們說叫climb對不對 C-L-I-M-B 那它的B也是不發音 所以你不要把它唸成climb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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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mb 那這邊也是dumb dumb 不是dumb b 沒有b的音在裡面 這個小心一點點 OK 那智慧型手機怎麼說 我就是smartphones就可以了 所以智障型手機就是dumb phones 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那種手機的種類 包括我們以前用過 所以現在有點點 我們介紹歷史上 今天有些手機的一些說法要怎麼說 來我們先往下看 那這邊說的就是以前的那種Nokia手機 你大概知道 諾基亞這樣子 然後它這邊說 這些傳統的這種手機開始大家就在使用它了 這邊這個好像highlight起來顏色 出不來 但無所謂 我讀一下這句好了 Companies like HMD Global The maker of Nokia phones Continue to sell millions of mobile devices Similar to those used in the early 2000s 所以他們持續的賣這些這種 行動裝置 mobile devices 那類似於 就2000年 就是千禧年早期的時候 所以也就是在20年前左右 那個時候在賣的手機 那時候就還沒有智慧型手機 So this includes what's known as feature phones 所以這些就包括了 我們所理解的 其實它講feature phones 我也搞不清楚什麼東西 但總之 因為feature是有那種特徵主打之類的意思 像例如說 我們在最近的那個捍衛任務 它feature的就是很多的action scenes 動作的一些打架的鏡頭 所以這些就是它的feature這樣子 那所以他說 以前我們稱這種叫做feature phones 相信什麼東西呢 傳統的traditional的flip or slide phones flip就是那一種折疊式手機 都知道在說什麼 應該 那slide的就是滑 所以那種華蓋式手機 大家有點年紀的應該都知道了 所以flip phone或者slide phones that have additional features like GPS or hotspot 所以它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些額外的功能 像例如說定位系統 GPS或者Hotspot就是熱點 好 然後我們大概幾週前 講過另外一個概念 就是burner phone OK 所以就flip phone 有slide phone 可是這種傳統的手機 現在我們都可以稱它為burner phone 什麼意思 就是你知道那種犯罪集團拿來用 就你如果今天一個手機 弄了一個號碼 然後你一點都不介意這個號碼 隨時可以丟掉不要 因為你只拿來做一些短暫的事情之類的 那或者我們說 像一些外勞 可能來台灣工作的時候 那你要他們辦手機 他們可能沒有身份證啊 沒有什麼的 所以辦 簽那個手機的約可能不好簽 所以有一種叫做你知道就是 他們沒有吃到飽 沒有約的 他們是用那種 這個prepaid 預付的 所以prepaid phone prepaid phone card 所以預付卡之類的 然後也有那種一個概念 叫pay as you go pay as you go 不知道是不是現在還叫這個 我當年是叫這個東西 所以總之就是 你 你就 除職用 除職用這樣子 所以總之它沒有綁約 像我的姊姊妹妹回來台灣的時候 大概也都是用這種手機的plan 那我們再多講一個概念 這概念可能我們台灣人 也不是說非常的 清楚 就是我們的手機的那個數據 就是你能夠下載的那個量 我們講說 喔我吃到飽 或者我一個月5G 一個月幾G 這樣子 幾個gigabyte 那那個東西其實在國外 你如果今天到了一個 美國加拿大 或者什麼澳洲之類的 那你說我的手機可能可以打200分鐘 但是我可以下載多少多少量 那個東西叫data plan OK 因為它就是數據沒有錯 OK So what kind of data plan do you have with your phone 你的手機有什麼data plan 你可能說我的是吃到飽 那吃到飽英文要怎麼說 會用eat這個字嗎 完全不是 吃到飽的概念就是 就是unlimited OK 所以我一個月付個100塊加幣 I have unlimited data 那就這樣就OK了 OK 好 所以這都是一些手機使用上的一些會用到的字詞 前面我是不是跳過一個東西沒講到 Yes fashion這個字 OK 這裡它的開頭了 剛剛這第一段我沒念 So dumb phones may be falling out of fashion on a global scale But it's a different story in the US 所以剛剛講的智障新手機在全球來說呢 它是正在fall out of fashion 那所以不流行 我們可以用這一種這個動詞 fall out of something fall out of fashion 現在用的是吊著一個動詞 那你應該也可以理解 因為像你說我們講的墜入愛河 不就是fall in love Right So you can fall in and you can fall out 那你說你不愛一個人了 你能不能說I have fallen out of love with you 也是OK的 OK So we fall in love and we fall out of love 愛上別人以及又不愛別人 那所以一個東西變流行 也可以說是in fashion 或者是out of fashion 這樣子 那in fashion的話 有時候有只講in而已 So if something is in It's fashionable 這樣子 It's in fashion 所以說一個東西 像我記得好像也看過一個概念叫做 不對那個是it girl 不是in girl never mind 好 來 所以目前這裡OK 我們再看下去 再看下去的話 就是總之就很多的gen z 就是反正年輕時代 他們會買這樣子的 不是講burner foam 你知道我差點講的burner foam 他們要買這一種 這個traditional的這一種 那他買來是當成是一個程度上算是應急的東西 說實在可能不見得 他可能還是有一支最新的iPhone或之類的 可是說不定他今天就是不想要拿iPhone出門 他就是只想要保持能夠通話能力 然後他可能不想要在每天滑那個社交媒體或之類的話 他可能就把他的這一支 這一支dumb phone拿出去 所以這裡讀一下 In 2022 為什麼講兩次2022 白癡 這個人寫作怪怪的 Came from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nd India According to Counterpoint Research 所以在去年 22年的時候 這80%的這一種dumb phone feature funds 來自於中東啦非洲或者印度 那但是現在看到移到美國來了 So but some see that number shifting 看到那個數字在改變著 移動著 As a contingency of young people in the US revert back to dumb or minimalist phones 所以這個dumb翻譯成 As 所以看到這個數字正在慢慢的移動 dumb 這樣這樣這樣 OK dumb什麼東西呢 這個dumb 對不起我可能講的有點快 這個dumb不是時間的dumb 而是dumb做的dumb 所以看到他們把這種手機 變成當作一個contingency As a contingency of young people in the US 所以這邊這個contingency 可以翻譯成 這個字或許不是很好翻譯 它中文講成可能發生的事 意外事件不測事件 或者另外一個翻譯就是拿來應急用 所以這個手機可以當成一個應急用的東西 然後它的英文說的是 a future event or circumstance which is possible but cannot be predicted with certainty OK 所以一個未來的事件 或者未來一個處境 而這個東西是可能發生 可能卻不能夠用很確定的一個角度去預測 OK so which is possible but cannot be predicted with certainty 那我就覺得我們中文有講一個 或者這是不是也是不是中文 但我們會說 我今天多買一個什麼當作UB 大家都應該知道有說什麼 當作UB 那UB我覺得一般是翻譯可以 如果一定要講這個英文的話 是backup OK 所以例如說我買了一台手機 可是我怕手機壞掉 因為我是一個常常把手機摔掉的人 摔壞掉的人 所以我除了買這台手機 我還保有另外一台手機 可以當成是一個UB對不對 那它就是一個backup 這樣OK 所以現在你多選一個 你如果本來就會backup的話 good for you 可是你也可以說 我還有另外一台手機 可以當成一個contingency 這樣子 OK 所以有聽過一個名詞 contingency plan 也是有可以加個plan在上面當計畫 所以當作是一個備用的計畫 或什麼這些 我覺得這個翻譯過得去 contingency 好再讀一下剛剛這個句子 so some see that this number shifting OK as a contingency of young people in the US revert back to dumb or minimalist phones 後面這個再講一下下 所以很多年輕人呢 就回歸到了用這種智障型手機 所以這個回歸這個字 可以用這邊用revert這個字 我就來過得去 OK revert 所以它有重提復舊 回復原狀 回復原來的做法 之類的 revert 那dumb或者一些這種 極簡主義的手機 minimalist phones 好酷 來 那我們再看最後一個字好了 就是 反正他們說的是 有一大堆人 拿著這些手機 right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有兩家公司 一間叫punct 一間叫light so they are catering to the trend cater這個字 就是 針對 我們講的這個叫外匯 其實是 所以針對某個需求提供 去滿足那個需求 所以有那個需求在 然後我就創造出了一些什麼東西 來去滿足它 所以我就cater to 這一個東西 so 就這兩家公司 they are catering to the trend trend就是潮流這樣 所以他們就賣了一些 賣給這些想要花 少一點screen time的人這樣子 so selling devices geared toward those with a desire to spend less time on their phones and social media 所以賣了這些device 這些device就是專門設計給那些人的 所以這個gear的這個字 其實gear一般來說 g-e-a-r這個字 我發現很像齒輪之類的 然後看gear 但是他用成動詞的時候 你就可以說什麼什麼東西是專為誰給設計 so they are selling devices that are geared toward those gear常常講to 大家介習詞 so geared toward那些人 那些人是幹嘛呢 擁有一個慾望 想要花少一點時間在手機上以及社交媒體上 so geared toward those with a desire to spend less time on their phones and social media youtube上你就會看到有一大堆人拿著這些手機了 那那個拿那個字你當然可以用carry 可是他就沒有用carry這個字 他用的是tout t-o-u-t 也是一個不錯的字 認識一下下 so on youtube you can see lots of influencers 那他沒有用lots of 他用的是另外一個片語就是a slew of 所以a slew of也就等於a large number of ok so you can see a slew of influencers touting those phones these phones ok 所以influencer就是影響者具有影響力的人 什麼KOL什麼的這些 好 所以這會不會流行到台灣呢 不可能 我們台灣同胞們怎麼可能放棄iPhone或者是對不對 就是最新的一些那些很厲害的手機 像我最近常常看到網路上有一些評鑑 評鑑什麼東西 新的Samsung的S23 Ultra對不對 yeah 那我手機就拿來用而已啦 雖然說我現在也轉成用iPhone了 不過可能這一支就可以用很久也不一定不曉得 I'm kind of a minimalist guy I try to live like a college student 雖然我40幾歲 可是我其實努力的想讓自己過得像大學生一樣 你知道過得像大學生有什麼概念 就是吃東西吃的便宜一點對不對 然後盡量讓自己花費減少一點點 然後可能把錢存起來 然後才能夠買一點自己想要買的東西或什麼的 我是沒有想要買什麼東西的 我真的是一個物欲基地的人 OK I am very I'm the most I'm the least materialistic guy you can imagine You can imagine 所以我是這個 你能說想像到的這個最沒有物欲的人 the least materialistic 所以material這個字叫物質 所以materialistic就是 算是就是materialistic OK就是物質就有物欲 像那個馬丹娜 我應該講這個人吧 講一下無所謂 所以他曾經就唱過一首歌叫做 他是一個就是物欲女孩這樣子 好 說到這裡差不多了 開始這個拉拉喳喳的扯一些別的東西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